兵州国阵主席 邓章耀在上任后提出恢复自由港地位的建议越演越烈 民主行动党今天出示财政部一份国会书面回答 显示财政部表明自由港概念已经是不复存在 这一份国会书面回答与邓章耀早前宣称 首相正面看待恢复自由港的言论有所出入 这是否表示邓章耀在欺骗宾州人民 开一个虚无的承诺呢 宾州行动党主席曹关友连同周委以及国会议员 今天在记者会上宣布推动 还我宾城自由港口运动 并且呼吁宾州子民加入运动行列 以确保宾州未来的经济发展 吵州老 comunidad党主席曹关友也在记者会上 inspir teaches many more 提出三个要求 第一,邀请监督处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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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处 第一,邀请监督处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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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处 另外,光大区州议员黄伟毅表示 希望全滨州人民,不分阶层和种族 与明年成员党和行动党的成员 一同响应黄我滨城港口的运动 这项活动的范围包括了举办研讨会 签名运动以及网上推动 活动详情将会在较后宣布 敬请留意滨州民主行动党的面指数 以及各源流媒体报章